大家好,我是巴仁 現在就跟大家說另外這幾部Greenlight 這幾部都算是最新香港翻貨 其實香港已經三個月沒有翻貨 三個月就等了這麼久就等這些 唉,講起鼓咎氣 一邊插路講 先介紹一下 這裡就是這部 1965年Shelby GT350 那... 都沒什麼怎麼說 很經典的Ford 拉花就是這樣 白色車身兩條間條 那Shelby這個改裝就是這樣 再講講另外兩部 這兩部就是街市拿的 1969年Dodge Charger Daytona 這部又是很出名的Nesca 即是反斗車王裡面的那種賽車就是Nesca 當然這部就像反斗車王藍色那一部 那叫車王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直接是這部來的 只不過那一部是 噴了藍色呢 就代表另一隊車隊 是Richard Paddy的車隊 大概已經在射中它了 那就是這部 這部新的了 2017年Dodge的SUV景車來的 這部 其實這部我也蠻期待 因為老實說 Dodge的車款 來來去去 Green Light出呢 都是只有Rain 啊 Charger 只有這些款 它現在出了一部SUV 我覺得也蠻棒的 好像還沒出過 SUV 即是Ford的 它也有出過 那這部 我 如果大家看回上一集節目 那 我說過那部白色拖架 接著它拖的頭 就是這部 整部都白色 然後後面加個歐 然後拖著那個白色的車架 然後側邊有兩塊透明玻璃 很棒的 那 代理商竟然不肯入 因為我想它計算其他的 那些應該沒什麼好處 因為其他那幾款呢 就是那些什麼 Ford F150那些 舊款拖 舊款拖 再加上一個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可以來運到稻草的 車斗 那些東西加起來 覺得不好買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應該更好買 又是用Dodge Rain來拖著它 那個東西就是 好像正常一個 蜜豆那樣拖架 拖架來的 但是蜜豆那樣 但問題是這個蜜豆 是改到很流線型的 Aero dynamic 嘩 吃風吃到 真是不會吃風 不會正常 舊時的拖架整個四方 有一個盒 我拿給大家看 拖架正常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拖架是這樣的 你想想 拖著它有幾個蜜蜂 全部拖架都這樣 這個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這個拖架是這樣的 四四方方的 即是它已經弄到圓角 但是也是很吃風的 它那個 我想專門用來運跑車 因為它真的弄到很矮 大概可能只有這麼高度 接著這裡斜下來 接著這裡中間還有一隻 好像飛機那隻 翼這樣 後面伸上的翼這樣斜上去 整個瓶下來 嘩 我真的看到 真的看得到扯奇 那樣子 屌老母臭位竟然不扯入 我現在真的沒什麼好做 唯有看一看 淘寶會快點有 即是我都不是說 很想買Greenlight 才會幫襯淘寶 那問題是 香港代理不生性 我都沒辦法 對不對 那 即是 對不起都說過 你一定要買淘寶的 真的 是吧 你香港代理不扯入 那我不能在淘寶買 去哪裡買 最近有的 你可以嘗試去北京博一博 北京也有另外一個代理商 那個我不覺得 它主要是想做Greenlight 它也是做很多模型車的 那些 香港代理就不扯 香港代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不知道的 可以說的 我暗示給大家聽 在銅鑼灣的 都等於開了名字 沒有分別的 它是代理 一開始 只有它才引入Greenlight 那 問題是現在到Greenlight 即是 那些車不要 我不知道它怎樣 總之是 美國車就一定不扯多好賣 開始減款了 我都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這些劇 你看看 這裡寫著Exclusive 看到兩個 Exclusive兩個字 這些都是特別版 代理 可能是 割了拖車 進這些 Exclusive 都 都坐不了 但是 問題是 我覺得最怕的 就是 可能要有些款 去淘寶買 唉 真的 我不知道 說什麼 就好了 先開箱 屌它又不屌是 又不屌 又不屌又不屌是 唉 心情很複雜 很複雜 開了Ford 來玩玩一下 這隻 這隻Ford Shelby 這隻 它應該有兩個帽 有幾個 它有一個帽 改得比較厲害 這個帽就沒有改得那麼厲害 另一個好像是 Gone in 60 Seconds 那套戲的版本 那一部就 好像再厲害一點 但好像是六七年款 我忘記了 都是Mustand Flashback 就是這樣 尾巴就扇著它 就不是 Mac Coupe 和Comfortable 其實Mustand 它只有幾個設計 拿出來 其實這架做得不錯 這架是樂場版 就是這個 這個系列 Racing 那 好像我沒什麼買過 這個是二機車 它好像一開始 是出了幾個 啊 是Series 2 那不怪之 出了兩代 上一次應該全部都是 Ford GT 17 GT 你不知道16 GT 那玩一下Mustand 也好 好像還有出過其他 未去的 今期有什麼款 大家看到了 全部都是GT 那是GT 那是GT 17年GT出三架 啊 不 17年 噢 我好混亂 1967 1965 你搞什麼混亂啊 下面才是車款 上面就是車那個 這個 是什麼 啊 我不想知道 哎 很麻煩 不想你了 先說一下車 那 這輛車的頭蓋也是這樣 那些問題 你發覺 買這些死人捲 你發覺頭蓋 即是開到這麼快 動不了 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就用G 不要硬開 就是這樣 頭蓋啊 咦 開到蓋嗎 開來看看 你一硬抹大它 你就糟糕了 對你講 就是看到這麼多 我發覺 是有點不對勁 那其實後面這個位置呢 就頂住了 那 那很嚴重的 這些 不要硬開了 那些GT 是很軟的 鬼魂的 是這樣的 那 那 其實都算不錯了 這架 看它滾得順不順 那它滾得順 車子都常常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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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剛剛拆開那架 那架 那架 原造GT-R 其實有少少問題 那我都準備一下會弄它 那如果可以的 最好拍到教學片 不過要弄的 買Green Lights的人已經少了 要弄Green Lights更加少 不過我都會照拍的 那 那 對於說 之前有觀眾問過我 他就說那條 Tai 扁了 可以怎樣弄呢 其實也不是說沒得弄的 但是老實說 我自己看回的情況 其實也是弄完等於沒有弄 理論上也是沒得弄的 但是可以 有少許方法 其實 那個方法很簡單 基本上不用拍片 不過也可以試試拍片 因為我之前拍過一條片 打算教大家怎樣弄的 但我發現 其實弄完出來的效果 都差不多 那就廢話了 那我再處理一下 我應該會把這條片放出來 那我開了這部 Dodge Do We Go 是英文很難使 最重要的是 看看 拿上手看看 這裏 看有一個位置 大家不知道看不見 這裏有個位置 那我預計了應該是放了那個 甚麼 會不會呢 好像是預計了會放那個 歐 來 好像沒放那麼進 不 先講 先說著 寫著 Dodge Law 不懂得讀 Dodge為了 執法部門所特製的車款 這是一個 給我宣傳 嘩你老尾 一化妞了我看不妞 真是 被死人包裝騙了我 甚麼狗都看不妞 是否化妞了 你看這怪不怪得掉 對你老貓少數 開這架 娟娟的車就是這樣 看小浸都不妞 開這架 希望不會糟糕 不高興就買個架 我也想 With the racing view of 不認識 總之這部車的出現 Dodge 或者另外一個名字 Primoth Superbird 這架車的出現 都是因為 自己一個車款 自己當年在NASCAR 輸得一敗塗地 即是傑茜娜的車 輸得很厲害 甚至想想想 我剛才說過的Richard Patti 他在六十到六八年 是曾經 曾經跳槽去幫襯 去轉用Ford的車 去玩NASCAR 正宏都想想 等於土屋歸史 不駕駛AE86 駕駛S13 你想想有幾個震撼的事 劇飄移我都不太熟 大概是這樣 突然捨棄了他那部 AE86 即是轉了駛S13 那樣的震撼 當然這部車 一出Richard Patti 馬上回到街市南亞的懷抱 其實Richard Patti 我記得他一開始 已經是用街市南亞的車去比賽 但是他的車實在 那一刻 不太好 那就真的跳槽 因為那時候的車沒有那麼 AERO DYNAMIC 於是就做了這部車 你看這部頭 你看這風 應該挺影響的 去到這樣 即是正常的車應該是這樣的 大家記得應該是這樣的 掌握著頭的這樣的 他改過整個BODY 就變成這樣 就是這樣 這部車挺有趣 不過這部應該都可以開頭 掌握 我也不敢肯定 不過推得順 也挺有趣 真的很有趣 你看 真的這樣有趣 即是他正常的 是突出頭 都是大部 車身可以看到 USA Detoner 500架 限制 因為當年的賽規 同款車 你要弄九不知幾多 八架 才可以落場 以是 起碼你不是一間車廠 為了比賽 做一架出來 就要你做足百多架 這樣 那現在也應該有這樣的規例 不過我覺得 現在的Nesca 的規模 那麼好看呢 價格都差不多 以前那些真的 一架這樣 Dodge 走在後面 那一架Ford 那一架不是那一架 那一架Materano 那一架 那一架 後面這個位置 滑一點點 但也是很傳統 美國那一架 Mustle Car的感覺 那麼 講一講這三架 那麼 拆美國車 暫時只有這三架 接下來 還會再有 Greenlight開箱 不過我分開幾次拍 那麼 講到這麼多 好 拜拜